Hey guys 這樣拍拼很舒服耶 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這個是哥倫布 發音 酷 所以今天這影片比較特別 不用寫稿 也可以坐著 所以先做那個 title吧 今天我想介紹 7個最棒的免費的英文學習APP 說塗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這幾天為了做這影片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 一個研究 就是我去了App Store去看那些教育的APP 然後在教育的APP的那個免費的排行榜裡面 下載了所有跟英文有關的APP 差不多有60-70個吧 然後我就每一個看 然後看看有多好 最後呢就挑選了7個跟你們分享 那不得不說呢 60-70個APP裡面呢 很多都 不好 蠻爛的 而且其實很多都是 就是它說是免費 但是實際上呢 是試用幾天 或者免費那個部分呢 是很小的 那些呢我就直接淘汰 eliminate 掉了 So let's go By the way this is not a sponsored video 這個不是業配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的7個APP呢 都在這邊了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Voicetube製作的這個APP 叫影音字典 這個APP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一個一般的字典的APP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解釋 有語音播放 有UK US的 然後還有另一句 Alright so That's about it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字典的APP呢就是要簡單 但不要花哨嘛 你需要的 它都有 就夠了 Ok 好 下一個呢就是這個 BBC Learning English 那這個APP呢主要是給你練習聽力的 我們來看看 想練習聽力呢 最大的挑戰呢就是要找 適合你的題材 而且呢如果你的英文聽力是不好的 你會想找一些 是用簡單的英文說話的 但是又有趣的題材 但是這種題材呢就是比較難找得到 但是這個APP裡面的題材呢我覺得是OK的 不錯的 So裡面呢就是有很多一些 就是兩個英文老師的對話 然後每個對話下面呢都會有稿子 也有那個單字 Yeah Ok so that's about it 這個就是BBC Learning English Now下一個呢就是如果你的英文聽力是更好的 我會推薦你下載這個Podcast這個APP Actually我說錯 如果你是用蘋果電話的話呢 你的手機已經有這個APP了 So Podcast裡面呢你就可以找一些 你自己有興趣的Podcast Right For example如果我是喜歡 By the way this is true 我常常去聽一些 英文製作的一些Podcast Like for example songwriting 我喜歡寫歌 所以我會聽一些songwriting的Podcast 真的是什麼Podcast都有的 So 你可以運動的時候呢 就打開一些Podcast來聽 OK so that is Podcast 很簡單 下一個呢就是DuoLingo DuoLingo是一個比較全面的一個英文學系APP 真的是有一些課程 然後他們會盡量教你聽說讀寫 就盡量呢 這個APP呢是做的好像一個遊戲的 就是被遊戲化的 被gamify的 所以你用的時候呢 好像一個遊戲會 有點 就是有那種 Mario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至少不會無聊了 這些小孩自己閱讀 至於這樣學習真的有幫助嗎 嗯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起碼你在捷運的時候 玩這個比打電動有用啊 So that is Duolingo 下一個呢叫EF Hello 那我非常喜歡這個 我覺得如果你想找一個 真的是學英文的比較全面的APP呢 我覺得這個會比DuoLingo好 So EF Hello呢我們來看看 它的教學方式呢是用於機器人跟你聊天的 嗯 So首先呢我們 看看我們要選一個level吧 Let's choose a level Let's choose a level 他每個level呢都有幾個課程 然後每個課程呢都有 vocab speaking expressions 就是有幾堂課的 嗯 This place is great perfect 嗯嗯 Do you want some of my fries? 嗯嗯 Hamburger Hamburger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OK 好 就這樣囉 然後它是用機器人跟你聊天這些方式叫你的 所以我覺得完全不會無聊啦 這個APP呢真的是完全是免費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誰那麼否信 做了那麼有創意又棒的APP 給你們用 OK看看下一個就是Quizlet 大家應該對Quizlet不陌生了吧 如果你是學生你應該已經有了吧 So如果你在找一個備單字的軟體呢 一定就是要下載Quizlet 它有幾個功能呢是會讓你愛上它的 首先呢你可以自己輸入字卡 而且你輸入完了它自動會給你那個中文翻譯 還有那個語音播放的 然後你就可以用裡面的系統來練習這些字卡囉 那我現在想給你看 我最喜歡這個軟體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去搜尋別人做過的字卡組 For example如果你搜尋 musical instruments 你會看到很多人已經做了musical instruments的字卡組 你可以直接去學他們的字卡組 OK So這個就是Quizlet OK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APP呢就是Tandem Tandem是一個找語言交換的partner的一個APP So你要跟他說我的母語是什麼 我想學什麼 然後那個APP就會幫你配對的 但是老實說這個APP我也沒有怎麼用過 因為我每天就是下去買個早餐 已經在語言交換了 所以就不用這種APP 至於這個APP 真的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語言交換的partner呢 你們試完之後 在comment section裡面跟我說吧 In fact 今天其實所有的APP 我只是用了半個小時左右的 所以如果說錯了什麼 或者如果漏了什麼呢 你們在下面跟我說吧 But guys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for today So Let's Dance Alright guys We are Finished 下個影片呢我會教你 如何做英文的聯音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呢 就幫我 按讚 然後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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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訂閱 我每禮拜一的晚上9點09分呢 都會有新影片的 然後如果大家想學會英文發音呢 你們可以來看看我的課程喔 在這裡 Columbus.cool 裡面呢有我自己研發的一套 你們一直想學到的英文發音課程 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on Monday 這次的影片 Columbus On K.V P P